在被太拳王KO,义龙与姐姐的泪水,起涮掉一个自我神化的搏击时代6月2日,武林峰与义龙宣传了近半年的复出之战,可只用了2分20秒,以武僧轻松被杀鱼狼KO,就完成了齐开幕与落幕的历史使命,这也几乎可以说,继续年底,义龙被吸体拆掉打出原形,开始被动走向去魅化后,义龙已真正走入了职业生涯的终结。 我们不妨先看看,一些搏击媒体人,是如何评论义龙不到一回合就被杀鱼狼KO的吧? 一、拳技,刚刚义龙被KO的瞬间,义龙的姐姐在泪台边气不成声泪,看来,义龙真的要考虑下以后的路了,二格斗胜点,哎,看到义龙被KO,心里说不出的滋味,巨大压力的背后,每一个人都在不重前行,成年人的世界里多的是你无法想象的心酸。 三、尊重每一位拳手吧,三、探馆替气,不敌对手鲨鱼狼高扫腿,比赛开局1分47秒被对手KO,姐姐在泪台边上泪水之流,义龙继续加油,我们也恭喜鲨鱼狼得得胜利,赢得,超过100万元以上的中华武术基金。 四、格斗迷青春,可可,说点可能不太合时宜的话,作为职业拳手有输有赢没什么,义龙这两场比赛状态确实都不行,但是两次都是被对手短时间内后高扫KO, 只能说人家痛点抓得很透彻,但自己就应对不足了,对于义龙的评价呢,只能说他是中国格斗一个草莽,发展特殊时期的产物,脱得掉僧库,但脱不掉的是实实在在的过去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。 义龙选择改变,要抗衡的不是西提猜,也不是鲨鱼狼,而是时代转变的不可逆性,不该做的和该做的都做了,到此为止吧。 五、搏击超前线,义龙被KO,台下和他相依为命的姐姐哭得像个孩子,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的结果就是这样,义龙的时代会在这场KO里结束吗? 六、用武之地,义龙的姐姐哭了,赵义欢也哭了,义龙亲冷全台的一幕让人感动,此时此刻,支持你,义龙。 七、格斗狂人徐晓东,义龙尽力了,既不如人,以前的大都是包装,现在武林风也不敢太假了,所以,其实我心里挺复杂的,义龙一直在努力,但义龙是以前被洗脑太重,现在要清醒过来,代价也大了些。 八、武林风,万众期待的行者义龙与鲨鱼狼之战,终于隆重开启,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,第一局2分20秒,鲨鱼狼KO义龙,当登上擂台时,义龙似乎绷紧了神经,长久不打比赛使他很难进入状态。 比赛开始后,义龙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,但是很快就被鲨鱼狼压入雷脚,连续中击,情况凶险。 此后,义龙的进攻难以形成有效反击,防守出现了较大漏洞,一生擅长一件事,最重要的是,你要行动,你要去做,你要前进。 义龙做到了,他踩着刀刃攀爬,站上,自由搏击巅峰,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,无论如何,他存在过,荣耀过,无论掏风还是浪谷,他没有退缩过,向所有中国自由搏击的开拓者致敬。 9.现场解说员 台湾评论人蔡志贤,今天和方便一同解说,其实心理不好过,一来中方小将发挥不尽理想, 二来,义龙力图东山在起的关键一意,竟成就了半退役状态的胖狼王。 最后,不管义龙决定退役或继续奋战,身为好朋友的我,都会支持到底,武僧义龙,原名流行军,这个草根舞者,好风凭借力之下,在中国第一家娱乐性搏击电视节目,武林峰的推送,包装之下,他非常意外地走红了。 而义龙在七、八年来,大红大紫的原因,并不主要在于他打了寥寥几个世界搏击高手,而是他与超过一百多位外国选手,当然大部分你不知其是谁,的比赛,让他成了中国武术痛点外国人的神话般超人形象,满足了一部分国人心中的武侠爱国梦。 不过,当自由搏击市场,在中国越来越规范,越成熟,加上网络信息的发达,近几年来的义龙,以更多地备搏击迷,网友们看清了其真实水平,虽义龙方面仍努力包装,想保住其多年来塑造的形象,但当他获得不予真正的世界高手较量时,其现出原形,其实只是早晚的事了。 而武林峰自身改革的需要,也让义龙必得走出虚幻的过度包装时代,像义龙开始不得不面对世界第一西题猜这样的对手时,也说明武林峰的改革,内里上,正是从义龙头上开刀,让义龙去魅化,是武林峰不得不为的历史一刻。 当然,这对于被世界高手逼除原形的义龙而言,或许就是一种令其落泪的个人悲剧了,义龙产生的效应,当然自有其正面性,如其舞者草根的立志性,为中国武术自我代言的积极性,其包装炒作的搏击热度,也在互联网的烘托下,让中国的自由搏击市场热闹和成熟起来。 但另一方面,义龙受到的强大质疑性,也摧毁了不少人的武侠梦,像义龙表演的所谓金钟罩,吊死工,铁布山,在炒作过渡之下,反成了一种失败后的笑话语段子。 其实,这个格斗狂人徐晓东,捅破了大师遍地走,多如狗的传舞大师场之现状,有着非常相同之处,只是方式正向法而已。 格斗狂人从正面杀向大师们一刀,而义龙则被动递成了过度包装武者的负面力政,我们可以心痛义龙及其姐姐的泪水,这是其付出多年后,失败之下的心酸。 可是,正如一些网友评论所言,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对早已从一个草根舞者,能赚得盆满钵满的一笼来说,其今日之流泪,岂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,也是在为其从此必将失去的大把大把捞金机会而哭泣呢? 而像武林中的大师们,之所以对格斗狂人恨之入骨,但却不敢出,受教训这个业余格斗教练,也包括多次被格斗狂人叫板的义龙,同样始终不敢应声徐晓冬的挑战。 其实,义龙非打不过格斗狂人也,而是身怕习武林打假的标签,会从此拈在自己身上,义龙所心虚之怕,也正是其今天面对一半退役的非胖鲨鱼狼时,仍会被轻松KO的实质原因,其实际不如人,只是昔日包装过度而,也就是说,义龙事实上曾经有过一时的幻觉, 开始认为其多年来包装炒作出的中华神僧,中国搏击第一人为真了,而当他面对西提猜,杀鱼狼这样的真正世界高手,且双方开始站在一个相对公平平台上对决时,也就等于宣布,义龙自我神话的时代到了终结之时,这跟什么雷大师,陈大师,马大师,王大师,严大师,们,在碰到了格斗狂人这个叫真的满汉时, 也全都显了原形,其实有着一曲同工之妙,因为,其都达到了对所谓大师的去魅化,去神秘化之效用,从2016年开始,义龙被世界之名搏击网,评为世界五大黑哨之首,到去年底,他被西提猜掉打出原形,再到今天,贾武丰被老麦,飞胖的鲨鱼狼轻松吞噬,我们则不得不说出这句话了,别了,义龙,别了, 一个自我神话的中国搏击年代,别了,一个大师神棍横行的武林江湖,一上图片来自网络。